一個人被剝奪工作權 其實是喪失尊嚴的 聽書對一個老師來講是他的生命 剝奪了他不是錢的問題而已 那簡直就是掏空一個人 他的尊嚴 然後他能不能再繼續 在這個社會上站得起來的那個力量 全部都沒了 蠻心痛的 那我只能逼自己忘記 或者是有時候就去廟裡走一走 打打坐又把它忘記 那事實上其實五月夢回還是會想到 還是會 但是會逼自己 因為路走是要走下去 尤其最後那一零路 是管委員陪著走的 前四年 八十一年到八十五年 接病到別的學校去了 那四年沒有工作 其實是蠻辛苦的 因為 第一個 一個人被剝奪工作權 其實是 喪失尊嚴的 因為不管它是什麼理由 你心裡沒有辦法調整 不敢去面對別人 那其實是一種可怕 然後畏懼 那幾乎是 是一種 硬著頭皮做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更覺得心酸 那後來我就去問了一個 三豐公的蔡大哥 他是董事 我問他說 你敢知道 高雄市有找一個老人 他就跟我說 論學識 論經驗 論行政經驗 然後論那個協調能力 你去找管 管閉林委員 徐淑美老師來找我的時候 所有一切的路都被堵死了 他民事訴訟書了 他行政訴訟書了 所有的立法委員能找的 他也都找過了 各級政府也都拒絕他了 多麼的困難 四年的時間是失業沒有在上班 沒有上班怎麼可以有年資 真的很困難 可是當我想到 那四年他怎麼過 他在憤怒之中 他在困苦之中 那四年的悲苦 這個國家能夠讓他受這種冤屈 而不給他平反嗎 我覺得國家不能對不起他 我熱愛的國家 對於這樣一個冤情 要給他平反 這才是我想像中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放棄 從找管委員 然後到管委員修法 就是落實大法官301解釋令 然後修正條例通過 這歷史三年 時間不是問題 氣而不捨 這種態度才是問題 我們要氣而不捨 所以最後我們終於成功了 嘗試看 西門